2023年3月25日星期六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三名女子通过向他人租借大马卡 以及贿赂数名机场执法人员的方式 来自菲律宾的非法外劳搭乘飞机入境大马 结果被埋伏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的反弹会官员逮捕 据大都会日报引述反弹会消息报道 当局是接获情报后 在国民登记局的协助下 于本月23日中午12点到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展开行动 并要求自斗湖机场搭乘航班 抵达西马的乘客出示大马卡 同时利用大马卡阅读器逐一检查 消息指出 经检查后证实其中三男四女使用属于他人的正版大马卡 另有一名一岁男婴持有伪造的暴身子 他们全被反弹会细数的扣押 消息也说 反弹会也当场逮捕三名相信为集团首脑的本地女子 并在其中一人的背包中发现多张的大马卡 相信皆是向他人租借所得 而在交后 反弹会在警方的协助下 在柔佛及沙巴古纳相继逮捕了四名与集团相关的非法外劳 还逮捕了在斗湖机场执勤 但受到贿赂 从旁协助布法集团的三男二女渔民局的官员 报导指出集团中间人每次可以带五至二十人飞往西马 而与布法集团勾结的机场执法人员 每次可以向每人抽取五百令吉的贿赂金 作为部队非法外劳证件进行检查 并让他们顺利通过安检门的奖励 另一边乡 移民局总监鲁斯林证实 有五名沙巴移民局的官员 因涉嫌参与非法外劳走失集团活动 而在州市遭到反弹会委员会的逮捕 他发文告声称 此案已经交由反弹会去调查 移民局将以透明及公正的方式给予全面配合 换个焦点 首先安华披露 沙地阿拉伯商界有意投资大马 证明大马证据稳定 他在结束为期三天的官访后 在记者会上提到 他在官访沙地期间 会晤了全国总商会主席 以及吉达商会主席时 他们对招商引资的邀请反应良好 他声称 他们不但表示很高兴 还保证立即辅助行动 现在他们正在等待这个时刻 这里有明确稳定的方向和承诺 以确保经商便利 铲除国家贪污歪风 并专注于擅置问题 安华说 政府欲请在野党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批评 而不仅是发表可能引起投资公司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言论 并强调他已向沙地阿拉伯商会保证政府绝对稳定 患者新闻 16岁少女在开学第一天穿着校服离家出走 失踪 家人担心她物交网友 招人卖租载拐骗到外国做非法工作 母亲更是每日以泪洗面 盼着爱女的归家 这名中士女学生郑慈欣住在瓜拉鲁谷 就读住家对面的拉罗珠玛安中学 3月20日开学的第一天 她如常穿着校服走路上课 然而在送其他孩童上下学帮补家记的母亲黄小生 早上8点回到家时 发现女儿留性出走 她赶紧去学校找老师 才得知女儿没有上学 令她感到震惊和担心 黄小生说 她和丈夫育有一子二女 离家的长女这是第二度离家出走 第一次是在新年期间年初九 长女借故找朋友而出走 而在失踪的几个小时后就被找回 这一次则不同 因为长女拿走了大马卡 也关上手机 至今失踪六天毫无音讯 她说 他们在女儿失踪第二天就已经报警 同时希望女儿在读到脸书或者是报导后 可以明白父母的苦心 能够平安回家和家人团聚 把焦点转向槟城 槟城和协机构主席张英说 近日威中警方逮捕五名假和尚和尼姑的宗教骗徒 可见假和尚横行的问题愈发猖狂 她说她已经下令在威省市政厅管辖的26间巴萨和时事 场所过上拒绝假和尚横幅 大三角也是拒绝假和尚宣发活动的首站 接下来是威北及威南 以及来临的威赛节庆典上也会有相关活动 她说 这26间巴萨和时事是华人集中点 也是这些假和尚经常出没的区域 然而警方严厉执法下 对大众的教育也必须同时进行 她今早在南美元巴萨举行拒绝假和尚行决运动后 向媒体指出 去年9月该机构早已在冰岛市政厅管辖下的17座巴萨和时事 推行这项警决运动 并挂上了300条横幅 虽然冰岛的情况趋缓 投诉也不如之前这么频繁 但是这些假和尚似乎转移阵地到威省一带 脱坡行骗 也是宾州社会发展与非伊斯兰教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张英就强调 宾州政府向来致力于推广正信信仰 然而若被有心人借用宗教民意行骗 若不及时止损 让假和尚继续壮大 反而会连累正信佛教 在其他宗教信徒面前埋下不好的印象 这期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